其實這部Sea Wreck為何這麼特別 因為它是Sea Wreck的第一代 這部亦是它的頂級版 叫做Markup 當年這個科技已經很好 它有獨立雙搖臂的設計 再加上它又有一個冷氣 當時原來Catalog大字標題有冷氣 在1970年的時候 原來這些科技是很先進的 回顧一下我自己為何要入這輛車 因為我是很喜歡私域 它是一輛很特別的車 它是一輛很細絲絲的車 但它在賽車舞台上 它經常都可以創造了很多奇蹟 我小時候看澳門大賽車大 看新手菜、東望人大賽 就看很多Sea Wreck 或者豐田的AE92 其實在這個文化浸大的時候 Sea Wreck在我人生裏 我無論如何都要擁有 當我自己存了幾架Sea Wreck的時候 我就覺得 無論如何都要存一架 第一代的Sea Wreck 2014年開始賣入它 在這個過程中都不容易 在日本本土意識都很高 它保留它們覺得很重要 很代表它日本的車 它們都不會出口 其實我跟它 談了一年多 輾輾轉轉轉都要透過 誠意 它才肯賣給我 一開頭跟它談的時候 它不肯賣給我們 因為它知道是出口 有一輛的熱誠 繼續堅持 希望我們擁有到一輛 Honda Seawreck的第一代 希望它在香港那裏 走 這個是我自己一個的想法 我也是透過一個日本的朋友 去跟它談 談完一次不行 談完兩次 再談多一次 轉轉轉轉 就可能它看到 我們那份誠意 打動了它 最後就決定賣給我們 其實這輛車 第一樣東西它很輕 它只有860公斤 第二它的車 真的駕駛下去 是一輛很輕快的車 以1975年的車內 它竟然可以一二三波 起步可以響輪 我很喜歡駕駛這輛車去大帽山 這輛車在大帽山 真的很靈活 很輕快 那種感覺 很多人都經常說 EF的彎很漂亮 如果你駕駛完這輛RS 你就覺得這種彎 就更加容易 駕駛下去很輕巧 很得心應手 這輛車在當年內 它已經用了 行駕駛 它這個駕駛的設計 已經令到車的 輕快 我相信是很大的幫助 使駕駛下去的油門 是很敏捷 很敏銳的 再加上它這輛車很短 它那種 靈活性是很高 所以它真的是 一輛很好玩的 一輛玩具 原來它的椅子的設計 在當年已經叫做好前衛 接下來我們叫桐屍 它雖然沒有桐屍 但它的布的皮已經是 絕著我們的背部 以及絕著我們的臀部 你坐下去才知道 它那些皮 你把毛巾放進去 它正是黏住 鞋住毛巾 毛巾是很難拔出來的 拔出來是要鬥力的 所以你想想我們坐上去 加上我們衣服 加上我們褲子 坐上去的時候 它是一直絕著我們 所以當年 它介紹這輛車的Catalog 也有介紹這張椅子 這個皮 又特別又不同 所以你想想這輛車 它真的放了很多 當年代的 它的頂級版 放在裡面 因為這輛是低咪 一點的碰撞都沒有 還要原裝有 我想現在這些車的價錢 我想升到 40萬左右左右 其實這輛車 真是很辛苦才出到五座位 大家玩開老爺都知道 香港 運輸署有時候 它又要過那個 測試 又要過安全帶卡 測試 才肯讓你批那個 五座位給你 很感恩 我又認識一班 玩老爺車的前輩 他們靠他們的經驗 再有他們的 努力 跟運輸署 去揮返回你 他說這輛車 在香港一定要有五座位 不然就浪費了這輛 Honda Civic 第一代 因為以前 Honda Civic這輛車 是坐到五個人的 如果現在你這樣限制了 它做不到 當年的感覺出來 其實真的很可惜 然後 前輩就幫我 去揮返回你 所以現在這輛車 是五座位 是很開心的 這輛車 這麼小的車 坐五個人外出 非常享受 其實真的很難打理 好像下雨天我們又不能駕駛出去 我們擺的位置 一定要乾爽 因為當年 造車的造工 鐵的鋼水 比較容易生壽 如果我們位置擺的車 不夠乾爽 它就很容易發出來 一點點一點點 保持這輛Honda Civic 第一代的RS 是非常不簡單 所以我一見好天 我會帶它出去 曬太陽 讓它的鐵水分會好一點 你說保養 其實它的車 我都擁有了 接近五年 這輛車 真的很聽話 很幸運 沒有特別需要 特別大的維修 所以是一輛 很保養的車 這輛車其實叫 珠光紅 在當年來說 是一個高級的顏色 為何我會知道呢 幸好我認識了一個噴友師傅 是一些前輩 有一次機緣巧合 我去了他的公司 他就會告訴我 這輛珠光紅 很漂亮 很原裝 我問為何這顏色 有何特別 他就告訴我 他在當年學車 學噴油的時候 這輛車的顏色已經是當年 1970年的時候 是最頂級的顏色 他還說 你這輛車所有骨位都是原裝 全車原裝油 他說真的很難得 他就說 如果你這輛車遇到 外觀 漆油 山壽問題 他可以 免費跟我去 保養這輛車 誠意地跟我說 因為這輛車 我很想他在香港那裏 繼續給更多人 認識 知道 他說因為這輛車 對於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回憶 他說竟然 隔了40年 今時今日 都看到 他很想繼續延續這輛 這麼漂亮的Honda Civic 第一代 所以他就幫我訂了 雪油 怎樣令到車底 怎樣地方去擠油 令到他 盡量保存 不要生瘦 很強調跟我說 你多保持10年 應該都保持不了 這輛車 他說應該會生瘦 他很難保持的 以香港的濕度 所以他說他希望用他的功夫 來去幫我 保存這輛Honda Civic 將第一代的C Civic 血統 是否跟我們現在的C Civic 是否一樣 我發覺 真是一模一樣 我買了這輛 第一代C Civic的RSE 我就知道原來這輛 所留的血統 一直流下來 一直都是用著這個模式 這種設計 而這樣去生產C Civic 或者TR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棒 這個就是我覺得 當你駕駛完這輛1975年的C Civic RS 你就會感受到 他那種 當年 他要做這些 賽車的文化 很興奮每次駕駛 不是說要駕駛得很快 但他已經給了一個很有充斥感 令到我 這種可能是男人的浪漫 這輛是否真是有些人的 就像說要駕駛的 這輛是否真是有些人的 這輛是否真是有的 所以我把這輛 要做什麼 我們會讓你 要這樣做 其實 不信你 如果能不能 取得到 或者是否真的 我們會否有 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